在新闻吴问城全盛子台北采访报道 而警察局帮先议员揣帽子是怎么回事呢 总统马英九日前到宜兰 那么担任现议员林月贤的证婚人 当时婚宴举行的地点就是在县政府的停车场 不过几天的时间过去 来看看这现场大批的垃圾都还是没有人清理 发出了振振臭味 附近住户叫苦连天 民众踢爆婚宴场地旁的派出所 还变成了新娘房呢 他们质疑民贷滥用特权 九号晚间现议员林月贤的婚礼 席开三百桌场面盛大 连总统马英九都亲自到场出贺 现场灌溉云集热闹非凡 不过婚宴结束后 地上大批的垃圾无人清理 菜渣还发出阵阵恶臭 很臭还是很香 很臭 很臭 有菜渣是不是 对 碰到名义代表就会 这些法令就会转弯 然后就会有转弯的余地 租借场地的时间是七号到十号 可是到目前为止 大批的棚架还没拆完 更让民众觉得夸张的是 婚宴场地旁边的派出所 还出借副所长的寝室 当作新娘的休息室 门口还挂上了五彩缤纷的气球拱门 对民众的不满 现议员林月贤的父亲 也出面缓家 借用场地 预期未归还 满地垃圾未清理 连派出所也乖乖配合布置场地 民众大叹 如果不够力 不但豪华的婚礼办不成 后续的罚单也可能接到手软 三新闻黄国瑞 一辆报道 另外新北市中和中